父亲节前夕先议员张美慧走访多个福气站 探视社区长辈 也自证父亲节的小礼物 张美慧表示 每到特殊节日总会要前往社区关怀音发长者 她也勉励为人子女应该要及视新校 感念长辈的教育与照顾 营造幸福的家庭氛围 常年关怀做事团体也是立社会公益的先员张美慧 经常趁着特殊节日前往各个福气站探视社区长辈 张美慧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关怀长者 营造幸福的家庭氛围 父亲节就是在这个礼拜六 所以我们在这几天就是准备一个小礼物 到各福气站各文件关怀站 还有关怀据点去探视爸爸们 当然妈妈也很重要 我们线上无限的祝福 最近天气炎热 我们也请长辈们要多注意天气不要中暑了 那可能在疫情的部分也请大家要注意到 可能在个人的这个健康的防护保健上 也还是要特别注意 那就是说这几天的一个赠送关怀礼物 我们线上无限的祝福 祝福所有的爸爸天下的爸爸 夫妻节快乐妈妈也开心 县远张美慧今年父亲节特别准备了 健康养生料理包 一一分送给福气站的长辈 老人家们开心的询问 要怎么料理怎么吃 也很开心今年父亲节可以加菜 让爸爸们有一个好口福的节日礼物 谢吕慧欢迎视报导 谢吕慧欢迎视频